你在整啥呢 小韩韩 妈妈 我在做毛笔呢 毛笔 你这是看大家没有毛笔了 你自己做一个 大家来欣赏一下韩这个毛笔 它叫黑蝴蝶毛笔 黑蝴蝶毛笔 还有名字呢 这上面这就是翅膀吗 上面是一朵小花花 在这扇子上整的毛 这毛能当毛笔吗 大家说 太软了吧 不是 你这毛笔我感觉很不能用 你这是当摆设呀 这是 可以当摆设 刷刷刷 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展现一下 这个上面粘着了 然后给这个笔挂在上面 这是好像自知的毛笔 太搞笑了 妈妈 我还有一项科学作业呢 要发的 还没做呢 那赶紧做呀 什么科学作业 玛丽 玛丽 哼 你该整这么多只花呢 妈妈 老师让我们做科学作业 就是解剖一朵花 解剖花的呀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每一朵花代表一个果实 你看这一串上面 有多少朵花呢 这要接下来多少果实呢 是不是就有点可惜浪费了 妈妈 我知道了 它每一个其实它都是有生命的 多好看呢 这一个上面就有好几朵 下次咱们有这种科学课 咱们摘下一朵就可以 如果你想研究两种花朵的话 咱们就一个上面整一朵 好不好 嗯 下次咱们就不要这样了啊 那你现在弄完了之后 咱们给它摘起来 看看能不能活好不好 行 嗯 好的 那你就开始解剖吧 我的小镊子 韩可学写到这儿了 是风险花开花了 然后这儿有一个花朵解剖 是不是啊 嗯 我们先来解剖这个白色的吧 这个是杏花 我的手都不舒服 好 一个花瓣 这坏了 咱们看看这个有没有 我都有点不舍得 舍不得了 舍不得了 舍不得你也在解剖吧 哇 解剖完了吗 解剖完毕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花瓣 这个是雌蕊 这些就是雄蕊 也就是花粉 啊 韩可唯一没有找到 是这个花鳄 小朋友们知道吗 还是这个杏花 根本就没有花鳄呀 韩要给它拍下来 发到家校本里吧 是吧 对 嗯 这个像琼琼真的太美了 妈妈 我下次不会了 嗯 好的 你这次不知道 以后就知道了 是吧 嗯 咱们给它种起来吧 好像把这个杏花给它插上 看看能不能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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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